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到 在这个充满爱与分享的节日前夕 秀林国小还有家民国小的学生们 22号上午由校长带着小朋友 前往秀林乡公所报家音 受到秀林乡主管们的热情欢迎 而公所也特别准备精美的圣诞小礼物 分送给每位小朋友 要祝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温馨的耶诞节 秀林乡公所团队未来推动乡镇最大的鼓励 最后也祝福各位相信圣诞节快乐 今天谁最漂亮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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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谁最帅 举手 举手 圣诞节非常感谢 以前都是公所出去到各个学校 或是各个文件站 会庆祝圣诞节 跟大家一起聚 那今年呢 方式特别不一样 就是由学校 还有文件站的长者都会到公所来这边报家音 今天大家都穿着圣诞节的那个服装都来来到这边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以及所有的我们的老师圣诞节快乐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平安顺利谢谢大家 修理论下面代表会主席 罗云表示看到小朋友们特别的开心 2023年即将结束 借着这次机会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以感恩以及感谢2023年的平安 并用欢喜的心迎接崭新的2024年 记得收看订阅我的频道